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好 今晚美國呢 想要來進行挑撥離間 但是呢 拜登可以說是內外交迫 甚至連兒子的私生活 都成為討論的話題啊 您覺得拜登政府 是否應該說清楚 講明白呢 尤其是拜登被川普指控 他的兒子杭特 說他從莫斯科的前市長 前妻那裡獲得了350萬美元 這個爆料 川普是沒有拿出任何證據的 但您覺得呢 川普跟拜登是否該說清楚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現在看到川普是在29號 在右翼媒體的發表采訪當中 提出沒有經過正式的說法 說呢 拜登的兒子杭特 從莫斯科前市長前妻那邊呢 獲得了350萬美元 他還說我現在想說的是 普丁應該知道答案 我認為他應該公開 我認為呢 我們應該知道真相 杭特呢 他的法律團隊之前有表示 有關他獲得350萬美元的 這個報酬說法是錯誤的 那對於呢 川普的指控 白宮也作出回應 表示說呢 在俄屋衝突之際呢 發表這些言論的時機 非常糟糕 而且批評只有一個人能夠做出這樣的事 就是川普 拜登兒子杭特的調查 2018年開始 由德拉瓦州檢察官負責 調查主要針對 杭特是否涉嫌洗錢 他在海外商業交易的稅務問題 是否對外國政府進行遊說 以及槍械問題 而華爾街日報報導 檢察官對於杭特 在烏克蘭能源公司的稅務問題 取得了重大進展 杭特擔任烏克蘭能源公司 布里斯瑪的董事會成員期間 每個月獲得的報酬高達5萬美元 美國司法部針對這件事 從杭特的商業夥伴獲得證詞 了解他如何使用這些款項 支付大筆債務 而拜登當時擔任美國副總統 負責處理烏克蘭問題 引發外界對拜登父子 不當牟利的猜測 不過總統拜登 目前沒有捲入調查 除此之外 杭特和大陸華信能源公司的金錢交易 也是檢察官調查的重點 華盛頓郵報報導 根據最新發現的文件 這間公司在14個月之間 向杭特和他的叔叔 支付了480萬美元 而這些文件包含 從杭特的筆電中獲取的郵件 CNN去年報導 杭特的這台筆電失竊 電腦中的內容流出 CNN報導也指出 有媒體發現裡面有大量 杭特疑似買春的不牙影片 目前杭特的律師以及司法部 不願意對相關調查回應 而總統拜登則表示 他不會干涉司法部調查 記者劉家宇報導 好 其實說到川普 就會想到蓬佩奧 美國圍堵大陸 常打台灣牌 但是拜登卻是 話說反台獨的紅線 這時候看到美國前國務卿 蓬佩奧 日前不是出席了 美國國內的一場活動時 再度鼓吹 美國政府應該改變 對台的戰略模糊政策 大方承認所謂的台灣獨立 蔡政府好尷尬 低調回應是不評論的 美國學者則指出來說 蓬佩奧的提議非常的危險 那國台辦的發言人 朱鳳蓮之前有說 蓬佩奧的這一套所謂的謬論 是民進黨當局 一罐炒作的城牆爛調 完全是一派胡言 另外蔡英文總統30號 30號出席了 台灣美國商會 2022年的謝年飯時 保證會盡力的穩定供電 但是就碰到了 台北的士林區 突然大停電 中國大陸最近有疫情在一起 但是總書記習近平主席說 來看到疫情防控堅持 是科學跟精準動態清零 對於大陸的清零防疫 世衛組織有表示贊取 世衛組織來看到 衛生警局專案的負責人 他有特別點出來說 中國大陸採取了強而有力的 措施遏制了疫情 像是感染率死亡率 以及住院率都是非常的低 即便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期間 中國大陸的經濟跟社會 也可以繼續良好的運轉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大陸現在還是針對動態清零 有相關的看法跟組件